字幕志愿者 真的是國病的概念 沒錯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兩個PK很久 一直在搶第一名跟第二名 不是冠軍就是亞軍 可是我們覺得這是 很不好的 不名譽的排名 可是你知道嗎 今天我們要針對的是講肝癌 你知道肝癌的高危險群是 肝硬化 喝酒 還有些人少數會因為 黃麴毒素中毒 對不對 再來就是一種叫做 非脂肪性的脂肪肝 這些都是 可是你知道嗎 占八成 剛剛講的這都小Case 占最大宗讓他馬上 擠到第二名肝癌的是誰 B型肝癌跟C型肝癌 這我們從小聽到大 而且也知道 好像有些疫苗跟這有關 怎麼會B肝跟C肝這麼多呢 那既然肝癌威脅這麼重 連續40年都在前面兩名 一般肝臟還有所謂三部曲 到底這個三部曲是怎麼來的 一般肝病一定是有一些原因在裡面 我們單就這個病毒感染來說 B肝的病毒跟C肝的病毒 它會引發慢性的肝炎 當然急性急是急性肝炎 急性肝炎過了應該理論上就沒事了 可是它會跑到我們的肝臟細胞裡面 照著它慢性不斷的一直在發炎 這一群肝臟的細胞 它一直在發炎當中 久而久之它就會產生一些纖維化 這些纖維化 群體的纖維化 就是我們看到的肝硬化 我今天還看到了時間 什麼30年 40年 50年 這又代表什麼意思 因為這個發炎 短期的發炎 真的是不會有什麼問題 可是長期的發炎 因為這個我們知道 這個病毒它是DNA 像B肝的話是DNA的病毒 吸肝的話是RNA的病毒 這些病毒它會進到我們的細胞裡面 會干擾我們正常細胞的DNA 這些DNA受到干擾以後 它就會產生一些變化 等於是我們原來的基因 它整個突變了 被這個病毒侵犯以後就改變了 改變以後它就走另外一個路徑 這些路徑可能是癌病的一個前期 這個等於是為了癌症的發生做準備 天啊 所以好可怕 有B肝 C肝 你剛剛提到了 就有可能演變成後面的癌症 長時間累積下來 是的 我們從這個媽媽 垂直傳染的這些 肝炎的這些病人來講 這個B肝的代言者 你想想看 他得到的是小朋友的時候 從媽媽傳來的 然後你看 他從出生就有了 然後慢慢發展 到了20幾歲 30幾歲 40幾歲 所以其實我們發現 最多最多的大概是 40來歲的上下 這個就是已經進展到肝硬化 40來歲到肝硬化 是 就很早 其實我有遇過更毒的 20幾歲就已經變成肝癌了 好 所以這兩個真的不能不小心 問題偏偏台灣人應該很多人 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B肝 我跟你講很多人都不自覺 而且我的朋友裡面真糟糕 雖然我一直在宣導 身為一個愛衛教的小護士 怎麼講他們還是會說 不就是紅字而已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單位有40個 有20個都紅字 裡面有15個都是這樣 也不會怎樣 你就很生氣 所以他就覺得大家都一樣 對 他就覺得說大家都有 而且也不會怎樣 最重要我們一直在強調 他真的是不會怎麼樣 但是萬一怎麼樣的時候 一定就是進化到肝硬化 或是肝癌 我一個朋友他就是 他已經有30年的歷史 就是都是B肝 然後他就說就體檢出來 就這樣而已 也沒怎樣 也沒有去治療 也沒有發現說他有沒有在發炎狀態 對 都沒有 然後那一天你知道他為什麼 後來會得到二號嗎 就是因為他覺得 好像我在兩三年就要退休了 人家就說趁機把它大檢查一下 就一檢查是不是要做超音波 因為一般常規我們在做的時候 不太會特別去做超音波 我說的是體檢 大部分就是抽血 看看你的指數什麼 他就說 本來就紅字 也沒很高 也沒怎樣 結果那一天他突然跟他老婆 就商量說 不然我去照一下超音波好了 大家不都說要照 照看看 搞不好我的也沒怎樣 結果一照 他哭了 因為他已經腫瘤5公分 然後他就說沒想到退休 老天爺開他一個玩笑 他30年的B型肝炎都沒怎樣 為什麼在他退休的前三年 告訴他得了這個5公分的肝腫瘤 天啊 好可怕 那大家不是說我如果不好 你先去黑白嗎 那麼偏偏台灣B肝跟C肝的人 這麼多 到底有多少呢 現在台灣的B肝盛行率 居然是全球第一名 保守估計300萬人 在台灣是有B肝的 還好後來有疫苗 才沒有持續在增加 你看台灣才2300萬人 300萬就已經有B肝 基本上都是在威脅之下 那麼C肝人數也有60萬人 你就知道這麼多人 難怪說肝病是台灣人的國病 那發言是 我們說當然要去檢查 這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們現在觀眾朋友 在看的時候 可以從哪一些外觀 比方說我聽過蜘蛛痣 長在身體上面 這個到底怎麼狀況 剛才護理長分享的這個案子 你要知道B肝跟C肝 原則上是一樣 其實他們的行徑不太一樣 B肝是會走健康代言的狀態的 也就是說它在發生肝癌之前 可能你完全沒症狀 所以你一定要等它有症狀 你才想來找我的話 太慢 通常是太晚了 會說說B肝跟C肝是不一樣 我們走極性肝癌的病毒是A跟E A型肝癌跟E型肝癌會走極性肝癌 那個沒有問題 那個極性肝癌不會進入慢性 不用理它 就B跟C會進入慢性 B跟C B的行徑跟C的行徑完全不一樣 C是百分之七八十會走進去慢性 而且每二三十年就是一個 一個循環 每二三十年就肝癌 在二三十年肝癌化 在二三十年是肝癌 C是這樣的 B是沒有的 B的剛才吳醫師有講過 B是DNA病毒 我喜歡用一個不倫不類的比喻 可是我一比喻我的病人都很清楚 我們說我們要侵佔一個 要吞併一個國家 有兩派主張 對 和平統一跟無統對不對 跟無力統一 猜猜看B肝是走哪一個路線 和平嗎 和平統一 因為它是DNA病毒 它是DNA病毒 它跟我們的病毒是同樣的遺傳基 所以它會躲進來 那膝肝不是 膝肝是無統派的 它是RNA病毒 一進來就跟你打 所以膝肝打的過程 因為一進來就打 哪一個戰場比較容易傷 膝肝 所以膝肝通常會走進去 肝癌化才進去肝癌 B肝是跳過去的 了解 這是不一樣的 一個溫和的 然後一個是凶猛的 對我們的殺傷力都很大 如果從我們身上的外觀或手上 據說也可以看出肝癌的狀況 有 現在因為是COVID-19的關係 大家不太握手 以前大家握手 一開始就會看到手了 大家要先把手伸出來 看看你們自己的手 發現什麼異狀了嗎 要看哪裡 整個手一起看 有看到什麼了嗎 看到什麼 看到事業線滿長的 那個叫做貴夫人 貴夫人 這個叫做苦工 沒有 開玩笑 大概你可以 通常是這樣子的 你的手 你去泡溫泉以後 手掌離開溫泉以後 會看到手會 滿手通紅對不對 慢慢會有一些地方會退掉 我們這個叫做大魚劑 像漁夫的大魚劑 這個是小魚劑 大魚劑跟小魚劑 通常會比較紅 在肝有肝病的人 這兩塊會紅得很厲害 紅得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 人體有女性荷爾蒙 那肝臟在功能在衰退的時候 這個代謝不掉 所以你的血管 微血管就特別的膨張 所以他不用去泡溫泉 也特別紅嗎 就比人家紅 會特別紅 了解 再來就是指腹這邊 這個指尖的這個軟肉的這邊 這個也會紅 這個是肝病的問題 左上角這個 這個通常叫做發肝 那個是周邊循環不好 會先變白再變黑 不是遇到這樣 不是應該都很嚴重了吧 這個已經是周邊循環 所以糖尿變得病人 洗腎的病人 常常會看到這樣的時候 OK 好 所以這是所謂的肝腸 就在手掌上端會比較紅 還有這兩塊會比較紅 趕快看看你的手 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再來 麗華 你剛告訴我說 你看過患者長了蜘蛛痣 而且他是穿泳衣的時候發現的 對 因為他是我朋友的女朋友 朋友的女朋友 我們那時候就是大家去玩 然後就泡湯這樣子 然後起來的時候我就看 身材真好 你知道身材好 你就一定會往他的事業線 身體就去看 然後一看完之後 我朋友就跟我說 你幹嘛一直看 我說 我有職業病 然後他說怎麼了 我說好啦 你幫我跟他講一下 你說我有事想跟他 我說你那個女朋友 可以直接講話嗎 他說怎樣 我說沒有啦 討論一下身材咩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有病人隱私 我不會直接跟他對白 然後他就說好 我找你們介紹 說這麗華姐 就這樣我們就哈拉起來 講完之後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身上這個是什麼東西 他長在哪裡 他是一個在胸口 一個在肚臍 這個這邊靠這邊 一個在這裡 一個在這裡 還滿明顯 但是沒有很大 不是像我們一顆浮起來一顆 他是有點像血管 可是又不像說我們那種會冷 冷的話是血管整個密度 他不是 就只有那兩個特別紅 然後他就跟我說 不要這樣好不好 我們身材沒有好到那裡 一直看那裡 我說不是 因為我有感覺你要不要去檢查一下 他說怎麼了 你怎麼看得那麼仔細 他就我跟你講身材好才會看 身材不好誰看 我都以為是種草莓而已 我會不敢問你 種草莓看這裡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就說你要不要去檢查一下 他就跟我說怎樣 我說不是我覺得 你會不會覺得比較累 他說是有一點 可是誰不累 上班壓力大 多麼累 我說你有在做健康檢查 我說有啊 就肝功能不是很好 我說那你為什麼 就累啊 反正他就覺得無所謂 那我是跟他說不要啦 你不是過一陣子要結婚 而且又要生小孩 你去檢查一下 結果沒想到一檢查 裡面已經有長一個 1.0到1.5公分 對 就長了一個 可是我一般很少看過說 對不對 很少長那個才那麼小 大部分都已經硬化的 一般長那個出來都是硬化的 那很特殊 只是我覺得說 你是不是有在運動還是怎樣 都特別明顯 可能皮膚白 像我們很黑 可能就看不出來 這片長蜘蛛症 大約有33%的肝病患者會出現 就在胸口這個地方 胸口因為皮膚比較薄 所以比較容易看得到 那蜘蛛痣的原理跟剛才我講的一樣 就是女性荷爾蒙的關係 肝臟有變的代謝不來 那就會刺激 就是刺激那個 促進那個血管的增生 那血管的一增生 這個你看像不像雨傘的 有啊 就這樣子一點 然後散開很像蜘蛛 就是 它的原理就是 有一條骨扁上來 然後散結這樣散出去 那就是這個蜘蛛的身體 就是那個小血管的位置 然後往旁邊有 球球的那種小血管出來 所以這種字很特別 你壓下去 從中心壓下去旁邊就會擺掉 因為它是從中間灌柱上來的 那一放掉又會往旁邊暈開來 這個是這樣 所以這大部分是因為乾硬化了嗎 可是不是這樣 不是說有看到蜘蛛 是肝病 我剛才說女性荷爾蒙對不對 人體還有不是肝病 女性荷爾蒙也會上升 什麼疾病 懷孕 懷孕的婦女也會有 搞不好你那個朋友是 因為他已經有了 所以我才叫他去檢查 萬一是懷孕的 恭喜他 或者是他有在吃荷爾蒙的 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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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有這些 所以先檢查再說 先檢查是對的 好 再來手掌發黃 你都知道是肝膽的狀況 對 這個有常常來到我的診間 會遇到錯誤的是 第一個就是 其實它是貧血 它不是手掌變黃 它是粉紅的部分退掉了 所以顏色出來看起來變黃 其實那個是貧血 也會看起來黃黃的 第二個就是它有吃一些蔬果 就是被它糊落過去的問題 糊落果 木瓜這些 我吃了六斤以後全身發黃 但是那個只要不吃停了之後 就可以恢復了 對 但這個要怎麼區別 這種黃小便不會黃 這種黃眼白不會黃 所以你看到手黃的再去照鏡子 如果眼白沒黃不用來找 你可以把眼白稍微拉下來一下 看看這裡有沒有黃 有的話趕快去找醫師 廣告之後就要來看了 原來在台灣有這個 全台灣的肝病的病毒的地圖 原來怎麼北台灣是跟B肝有關 南台灣是跟C肝還有脂肪肝有關嗎 這對我們又有多少的威脅 而日本有四種食材 是特別被研究出來 好像對於肝比較好 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你住在哪裡呢 這張地圖讓大家怕一條 我們剛剛說這個肝癌 居然在台灣連續40年 都是在國人十大致死癌症的 前面兩名 那麼肝癌三部曲 就是肝發炎 B肝跟C肝等等 然後肝硬化接下來就肝癌 結果現在台灣的流行病學學會 他們就統計出來 你看如果住在東台灣的人 被發現說脂肪肝的情況好像 特別嚴重 那北台灣B肝 還有在底下這個地方 也就是在台灣的西部這個地方 是西肝 而離島是黃渠毒素等等 等一下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們要怎麼防匯 詳細告訴大家 不過這張圖跟日本還滿呼應的 日本他們肝病也很嚴重 還特別做了研究 對 其實日本人的飲食習慣 還有抽菸喝酒的比例其實很高 所以得到那種脂肪肝 延伸的這些肝病很多 那他們當然他們的後生省 他們衛生單位就去做了長期的研究 發現他們這麼多的縣市裡面 這個福井縣 在中部這個福井縣 對 怎麼了 它的肝病的機率最低 他們調查了整個比例上面的 這個因素 這些因子以後 他們也去分析到底是什麼因素 撇開這些外在因素 他發現飲食這一塊 他們特別關注這一塊 就是說飲食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因素 會影響到這個肝病的發生 也就是說日本很多肝病 但是福井縣的人比較沒有肝病 最健康 他們到底吃什麼 對 其實他們發現 福井縣它是一個應該叫濃漁都有的 因為靠海邊又靠山 所以他們是一個滿自給自主 像我們看日本節目那種 自給自主過一生有沒有 所以他們很強調第一個 一起吃晚餐 自己料理 食材上面有幾個比較當地特產的 就當地的好食物 包含第一個 他們會吃白蘿蔔泥的蕎麥麵 這個就很有意思 我常常在研究日本的飲食 我也到日本去求學過 我發現白蘿蔔泥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因為白蘿蔔泥本身就有消化酵素 它可以幫助一些食物的分解 蕎麥又是比較高鮮 比較DGI的食材 當然對肝臟的負擔會比較少 白蘿蔔也有解毒 在中醫來講本身就有解毒 綜合胃酸的作用 有點像天然的胃藥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牛蚌 日本人其實吃牛蚌的比例真的還滿高 尤其在這麼關係的地方 他們就會去店煮的 或者搭配豆皮 還有一個當地的很有名的水果 就是柿子 這個剛好秋天開始柿子出來了 對 他們日本人吃柿子 也是很高級的水果 他發現裡面是有這個單寧的作用 可以抑制酒精的吸收 預防宿醉 因為日本人喝酒 你也知道 尤其男人喝酒比例其實滿高 對 吃完飯還去刷拌 刷拌的時候半夜 酒精造成脂肪肝 還有酒精性肝炎 因為男人壓力很大 就知道男人晚上不去喝酒 會被老婆踢出門 所以他們發現吃一點水果 三餐吃一點這樣的因子以外 豆皮有這些肇素 軟鈴脂 另外就是這個水果 這個特殊本地產的水果 應該說吃的普及度很高 所以發現這四個因素加起來 讓他們的這個 等於是一個很好的護肝的飲食 所以今天王老師就要教大家 這道護肝飲食 這道很厲害是日本政府研究出來 公布的護肝料理 對 其實這是牛蒡店煮的 白蘿蔔泥做的蕎麥麵 其實飯很簡單 很方便 其實吃冷吃熱都很好吃 所以這道就是把它煮好 這個湯底 我們準備一點香菇 香菇是我加料 我覺得養肝吃一點香菇也不錯 因為他們基本那四個食材以外 我覺得煮高湯 我們用一點香菇 甘香菇 對 用一點柴魚 會增加它的香氣 香氣就出來了 那如果四素的朋友你不要加 你就這一道不加就是純素的 加一點 大概一小匙 OK 發現是你說在日本的 這個養肝食材當中 包括柿子 牛蒡 豆皮跟白蘿蔔 你覺得白蘿蔔特別有意思 我覺得 因為其他的健康食品 大家都很熟了 白蘿蔔 大家知道吃白蘿蔔 會不會辣辣的 會 有一點辣 那個辣辣的那個成分 本來是在趕蟲子用的 就是說他保護他自己 讓蟲子不要進來 那個成分在實驗動物裡面 是對肝臟是有解毒的效果 所以對肝臉 對肝的解毒是很有用 所以日本人多吃白蘿蔔 你應該是有他的意義 還有你剛才講的這個村落 他們吃得這麼的簡單 這麼營養就比較少碰醫生 所以他就不會去碰觸到 這些血製品的東西 不容易有感染 也有道理不要誠心 再來這村埔的鄉鎮不容易有刺青 所以也不容易 了解 我們熬出 你看這個柴魚跟香菇的香味之後 我們就加大概兩大匙的醬油 我們煮這個 把這個醬子先煮出來 我把它改良一下 加一點台灣的烏醋 我覺得更好吃 加一點醋也可以開食慾 這樣之後 我們再加一點點糖 來調出它的甘甜味 你也可以用味醂也可以 這個醬汁這樣煮出來之後 你就把剛才那個四個 主要的食材 除了柿子以外 我們就可以用把牛棒 把它切成這樣一條狀 把它加進來 我發現用牛棒來熬煮這個湯汁 其實點點它吃起來很特別 而且牛棒它會有甜味在提出來 對 我切一樣大小的這個紅蘿蔔 也貼成這樣子 像筆桿狀這樣子 我們就給它熬在這個湯裡面 另外用一點海帶 我發現他們其實靠海 其實也會吃很多海帶類的食材 只是它分開吃我們今天沒有 但我覺得加一點海帶 這樣也會增加一些微量元素 其實護肝也要多一些 好的微量元素 這樣顏色也比較好看一點 膳食纖維也會更多 好 我想問一下兩位醫師 你看在台灣的肝病地圖當中 北台灣居然是B肝 然後西部那邊是C肝 到底原因是什麼 C肝的傳染途徑 跟B肝的傳染途徑不太一樣 在台灣的B肝的基因型 是B跟C 這是第二型跟第三型 這種是母子垂直感染的機率比較高 那母子垂直感染的機率 你想想看 如果是從母子垂直感染的話 會分藍跟北嗎 不會 因為藍 北都一樣是剩下來 所以剩下的輸贏在水瓶感染 水瓶感染就是你越常常上醫院 去碰到有血的器械的話 越容易感染 所以北部幸福 因為它的醫療資源比較豐富 很可能因為這樣子 它的B肝會燒多一點 可是我們打針不是針頭都會換嗎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有這麼好的環境才這樣 以前都是蒸氣消毒 蒸氣是重複使用的 是這樣 以前我告訴大家一個秘辛 我讀醫學院的時候 有時候我的叔叔阿姨跟我講說 阿姨 我的乳名叫阿姨 阿姨阿姨妳畢業的時候 我們回家開醫生館 我說為什麼 要為什麼嗎 我們這裡的人都沒有錢看病 所以你要的話就去大醫院 然後回來醫治 我們這裡也沒有錢看病 好 那可是這些貧苦的地帶 不會不生病 對 那怎麼辦呢 找看病比較便宜的 那是什麼 密醫 所以密醫 你不要看不起密醫 因為沒有密醫救他們 他們可能不是死在開始 早就死了 所以就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看這一代 貧苦人家的這一代 有的甚至是整個村落 都會有吸血感染 整個村落 因為找同一個密醫在打針 他打了A B C D E 然後就全部 其中有一個 有就大概會都有 吸肝的麻煩 它不是垂直感染 它垂直感染其實不多 它大部分都是在血液 這是血制品的感染 所以只要是器械污染了 通通容易感染 吸肝是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那一代 我們那一代是很血液的一代 就是吸肝會比較多 就是說以前 因為高一盧盛南教授 有去做過一個研究 其實他是有跟我說 有一個村莊 六成多到七成都有吸肝 他跟我講的最多的 其實大家想一想 我們小的時候 針筒那都是玻璃的 玻璃的 都是玻璃 針筒是不鏽鋼的 全部都是現場組合 組合完以後 抽了就打了 打了以後整堆回去消毒 那個消毒真的是 如果量大 有可能因為整個過程當中 沒有完全的洗滌 只是靠消毒 這個可能就會造成 不斷的這個傳播 另外其實我個人 也要想要提醒女孩子愛漂亮的 那個穿耳洞 打耳洞 對 那一根針 不曉得穿過幾百個人 對 B肝跟C肝同時都會傳染 對 然後 日本刺青多 他們C肝就多 難怪 我們看到的數據 就是日本的C肝 比我們高很多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 就跟刺青有關 那個針你看 它那個火燒一燒 酒精燈燒一燒 這樣子可能 都還沒有辦法達到 滅菌的程度 OK 好 來 王老師這邊好了 好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燉煮 它這個熟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準備好 燙好的這個蕎麥麵 我們就可以把它準備好 其實這個湯底 我吃過把它放涼 其實也很好吃 你不一定要煮熱 這個就是天氣冷 我們煮熱熱的也OK 你就把這個麵 給它組合好以後 我們把這個湯汁 加進來 如果你要像涼麵式 你就可以先把蘿蔔泥 放在上面 放上面 你就熱熱的這個蔥給它看 蔥下去這樣 它就會貨在裡面比較好吃 然後香氣也會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要給大家看 所以我就不沖 你可以從上面這樣沖 很像茶泡飯這樣子 你就把其他的食材 放在旁邊 所以這個纖維質也有了 然後同時它的好處跟營養 也容不到了湯當中 他們就把當季這些食材 就把它煮成涼的 放冷 因為它沒有油膩 沒有這個油 你就可以把它直接放在冰箱 你出來的時候 夏天熱我們就可以吃涼的 冬天冷就可以吃熱 所以很方便 將一碗就完成 日本福井縣他們特別研究出來 四種食材對於他們的肝臟 是有保護的 所以台灣人也可以試試看 包括像豆皮 牛蒡 還有柿子 以及白蘿蔔等等 這道牛蒡店煮蕎麥麵 看似清爽 但是卻是非常味道濃郁 因為裡面充滿了牛蒡 豆皮 白蘿蔔 紅蘿蔔的風味 濃縮在一起 搭配新鮮現膜的白蘿蔔泥 讓你冷的吃 熱的吃 都非常清甜又美味 日本我們從他的例子來看台灣 那麼當然也有一些警訊 像是這個B肝在北台灣 剛提到了 他可能跟我們平常說 不管是到牙醫 或者是說 有一些人去刺青 或者是穿耳凍等等都有關 他還有一個人 大家很熟悉的 其實也是B肝 而且當時情況還滿嚴重的 對 其實他就是我們的 前總統馬英九先生 其實他在我們的肝病的防治基金會 在20週年慶的時候 他就發表演說 他就提到說 他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 得過B型肝炎 那時候他說 整個人應該是青壯年輕人 應該體力很好 他說那個人整個時候 快要攤掉了 他形容的是整個人快攤掉了 而且好像住院好一段時間 根本沒辦法讀書 還請假六個禮拜 去做治療 他回憶起來說 他的學業差點荒廢 他就怎麼辦 你看他這麼ㄎㄧ的人 還請假六個禮拜 他就知道有多嚴重 後來他又陳述他說 後來條理好了之後 他就要練體力 去爬御山 你知道御山其實很難爬 我們這個最高峰 七八個小時攻頂 攻上去你還要在七八個小時 再下山 大概要花14到16個小時 一般體力好人才行 他說他爬到山頂的時候 回想起來說 這時候好想有一台直升機 幫我直接送下山 因為他在想說 再經歷七八個小時下去 實在是太累 沒辦法 我覺得他這樣想 可能激勵他當總統 因為總統才有這個權力對不對 可以搭直升機 爬上去直接叫直升機 來幫他接下去 所以他就說 他就是因為那一次的經驗 他發現人對健康影響真的太大 所以他就好好的鍛煉體力 所以大家後來發現 有沒有他當總統說 都叫大家慢跑 那時候看起來很精壯 把身體調理得很好 好 那我請教醫師 B肝跟C肝在台灣 既然它這麼嚴重 而且不是說 北台灣沒有C肝 其實都有 只是它的顯著性而已 所以通常我們要怎麼樣來注意 不然會演變到肝癌 我們說在台灣的傳染 大部分都是垂直感染 所以通常在垂直感染要阻斷的 如果你是B肝代言的媽媽的話 通常會在第三個孕期的時候 就開始給你吃抗病毒藥 讓你媽媽的體內的病毒下降 它不會在你生產的過程 因為垂直感染是在生產的過程 傳染過去的 那病毒量低它就不會傳染過去 那接下來 孩子在民國七十 七十三年 七十四年左右就開始全面施打疫苗了 那就我們B肝幾乎 我們新的一代大概B肝幾乎 會絕肌的 那C肝疫苗還沒有成熟的發現 那因為它是RNA病毒 大家知道RNA病毒是 疫苗是通常會有困難的 然後不過治療是非常的先進行 所以它是吃藥治療嗎 吃藥治療 以前打干擾素的時代 都打得護天牆地的好可憐 現在不用 因為現在有直接的武器 干擾素是叫魔鬼教練 進來抄你的兵去打這場戰 現在不用 進口很強的武器 全面性 全基因型的 全掃射 目前的成功率是97% 台灣的政府是准許全面的吸乾 全部用藥 這是德政 這個是德政 好 所以廣告回來之後 也要繼續來看 那麼全台灣應該不只這邊有 都有了脂肪肝 它對我們的威脅又有多大 另外王老師他特別到日本 還學了他們的保肝按摩操 馬上回來 肝病是台灣人的國病 那麼日本人肝也不好 所以他們也研究很多方法 王老師你去那邊學了 肝腸的按摩操 對 之前去日本跟那些民醫 他們提倡保肝的運動 他們除了飲食以外 他們有一個保肝的按摩 我卻學了我覺得滿有趣的 偶爾我就會按一按 怎麼保肝 就是一般我們知道 人不舒服按一按增加血液循環 五臟六腑很難增加血液循環 除非你說練氣功 有的人 練腹式呼吸 透過橫隔膜的移動來按摩 按摩我們內臟的 這個周圍的神經或者是血管 後來他教一個 就是說你可以把 當然肚不要吃飽 就空腹的時候 早上起來空腹 或者睡前空腹 因為我們的肝臟大概在右邊這裡 會大概有一點在下面 醫生應該會跟我們講一下 他就會教我們兩個到三個指幅 稍微的摳進去你的 兩個手指都摳進去 摳進去肋骨裡面嗎 稍微 我這樣講好了 稍微你要稍微彎腰一下 你這樣會軟軟就會摳得進去 你這樣就感覺給摸到冠 這樣幫他按摩 你就肚子要放軟 對 他會教我們這樣輕輕的按摩 再來就手熱敷 搓著以後再把它敷著它 等於是增加這個區域的血液循環 但不要搓太用力 就輕輕的 你就輕輕的揉 就像我們有時候胃不舒服 我們會輕輕的這樣 按摩我們的腹部一樣 因為肝臟還是在裡面比較多 只是你可以側傾 讓它稍微垂下來 再輕輕的這樣按摩 OK 發現按一按 內臟感覺有點在蠕動的感覺 也滿舒服 那是你們瘦吧 你們油多都按不到 因為它還有一個手掌操 對 手掌操就是我們一般中醫講的 我們的手心 手背都有 各三條的經絡通過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第一個拍手 我們可以這樣輕輕的 給人家拍手也可以自己按摩 這樣可以刺激到我們整個對應區 它是對應我們五臟六腑 可以先這樣拍手 再來一個拍手背 手背也有三條 大腸筋 小腸筋 三膠筋 最近因為疫情大家要洗手 洗手操很多 這個是拍手操 寶乾拍手操 再來你就可以手刀 剛才醫生講的這個小魚際線這裡 對 再來大魚際線這裡 你可以這樣垂直的這樣 這個應該就是針對全身的辦法 把肌肉都按一按 對 那虎口的地方可以這樣交叉 虎口 反正你有時候坐著 沒事看電視 看兩點年的時候就拍一拍 對 現在就邊按 對 那虎口的地方這樣交叉 這樣你整個這樣按完一次 你就會發現一個循環這樣按完 手就熱了 對 各大概30下 你就每個地方大概各30下 這樣你來拍一拍之後 你就會發現整個手掌很舒服 剛才那些搞不好有顏色的 慢慢就會有改善的作用 所以這是手掌操 拍一拍 然後手背 對 肚子 肚子 然後魚際 對 魚際還有五口 然後再加上 還有五指 OK 所以還滿簡單的 就是手都讓它動一動就對了 其實除了看臂肝跟吸肝之外 現在威脅最大的是脂肪肝 脂肪肝跟我們的肝癌的連結度 也高嗎 我們台灣國會院 統計了2005年 到2011年 總共有大概3800多位肝癌的病人 他們發現大多數都是B肝 跟吸肝的代源者 可是扣掉了這些病毒性肝炎 所產生的肝癌病人 竟然還找到411位 沒有這些病毒性肝炎的這些病人 然後也肝癌了 是的 他們就把它來做一個統計分析 發現這3點 1 2 3 可能是一個危險因子 第一個就是脂肪肝 當然我們知道脂肪肝跟喝酒有關係 脂肪過度的堆積在肝臟 可能會造成肝癌 肥胖 喝酒 是 糖尿病 因為糖尿病本身是一個代謝症候群 它本身會引發身體內部 全面性的一個慢性發炎反應 所以它也跟肝癌有關係 第三個就是三酸肝油脂過高 這些原因統合起來 可能可以去解釋 這些非病毒性肝炎 為什麼會罹患這個肝癌 尤其這個脂肪肝 不要說剛剛我們看到只在東台灣 其實應該是全台灣 而且脂肪肝有個特點就是 它是可以變好的 我們告訴大家 你去改變飲食習慣 它是可膩的 請教教范醫師 脂肪肝到肝癌之間 這個關聯性 還有現在據說不用到肝硬化 直接跳肝癌 大家有沒有覺得為什麼東部脂肪肝 比較多 為什麼 西部的人因為貧窮對不對 東部的人比貧窮還更貧窮 他有病 不只是沒錢看病 他連生活都有困難 生活有困難的時候要尋求麻醉 要找什麼 毒品嗎 不對 毒品太貴了 私釀的酒 所以喝酒喝下去 就有酒精性脂肪肝 一般來講我們就講脂肪肝的時候 通常把酒精性脂肪肝排除 因為這個是獨立的一系列的病 我們剛才討論的那個表 講的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那個發現 你可以看到剛才吳醫師講的 那個是一個鐵三角 這些都是一起出現的 本來在亞洲人這個毛病不厲害 不是太大的威脅 亞洲人跟外國人不一樣 因為統計起來就是老男 不是 老男 白人 老年人 男人 白人 對 脂肪性肝炎的風險比較高 就是脂肪肝會進入脂肪性肝炎 亞洲不太會 可是發現可能跟飲食習慣有關係 可是我們台灣的飲食越來越西化了 因為這個會同步出現的 接下來就是脂肪肝又合併有代謝性症候群 就是說你的肥胖 高血脂 高血藥 這些一起進來的話 就很容易走這一線 那我剛才講 B肝 還記得B肝是無統的還是 和平統一 慢慢水入 那猜猜看脂肪肝是哪一派的 是文公母賀一起來的 文公母賀一起來 對 他也會帶著發炎 也會帶著不發炎 所以脂肪肝引起肝癌的人 有些人是肝硬化造成的 有些人還沒到肝硬化結果就發生了 那這個還跟體內的基因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部分沒有完全很清楚 所以有沒有說肝癌三部曲 如果說是脂肪肝嚴重加上你的基因的話 它就跳了 二部曲就直接跳到肝癌 你在臨床上有看到 有 我們很苦 在台灣絕大部分的肝癌 95%不是B就是C就是喝酒 可是有些人這些都沒有 對 你查一查糖尿病 你查一查有 他一直長期的血脂過高 你查一查他一次是肥胖 那就有 像我的病人也是 他就是 他應該也是二三十年的歷史 他的病史 然後他也都是脂肪肝 可是醫生都跟他講 其實有時候醫生只是提醒他 因為他就說 你的超音波照起來亮亮的 其實亮亮的那個就是已經有脂肪肝 那脂肪肝其實就是在發炎 這個大家一定要很清楚 而不是說 醫生說還好 運動就會好 你知道嗎 他就只有聽前面這一句 醫生說爬個樓梯運動就會好 可是醫生已經有告訴他 說你有亮亮的已經有發炎 但他沒有聽到這一句 後來就有一次他就發現 他的手掌 臉 皮膚越來越黃 人家是運動變黑 他怎麼運動變黃 然後又覺得最近體力比較沒那麼好 然後他就講說 那我是不是要去做個檢查 然後就找到他的那個醫生 那醫生就跟他說 沒關係 你懷疑就做個檢查 結果他就去幫他檢查之後 他就告訴他說 你的三三肝油脂怎麼這麼高 他就說不會 還好 那個醫生就說 叫我吃個藥控制一下 而且他說大家也都這樣 才兩三百 還好 那他就跟他說不行 你又有脂肪肝 又有三三肝油脂 你還是要小心 後來他就說好 知道了 可是他這知道之後 就已經三年後 三年 三年 三年後的時候 他的脂肪肝就從輕度變中度 就變中度 那最後那一次是發作的時候 是因為他在熬夜 然後整個人就是 整個人就是有點像要昏倒這樣 很不舒服 然後有點噁心想吐 然後去檢查的時候 那個醫生就告訴他說 奇怪 你怎麼會跑這麼快 我想他就是剛剛講的 他就直接就是直接跳 其實他已經有快20年的 三酸肝油脂 然後脂肪肝其實已經三年多 所以他就直接跳過來的所謂的 文工武賀的那個賀子裡 那感覺他的殺傷力好強 再加上喝酒也會造成這個問題 他沒有喝酒 重點是他不喝酒可是他熬夜 這種病人如果再加上喝酒就是找死 這不錯 他不喝酒 所以也就是酒精性肝炎加上脂肪肝 哇 就大爆發 就大爆發 對 你遇到的病患 都 我就是常常跟他們講 你酒精性脂肪肝 你在血脂又不控制 那飲食又不控制 那藥肝另外是很容易的 大家還不到防禦心都不會死 不要緊 人生怎樣 他管子酸 不是人生 把他多喝兩杯 對啊 都不聽話然後到了 陰化了來不及 不可能陰化是回不來的 好 那我有一個問題 剛剛提到說B肝 台灣主要是用疫苗控制它 那麼C肝是吃藥 脂肪肝在這個 如果去找醫生的話 除了叫我們減重可以逆轉 不要喝酒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治療嗎 就是跟代謝性症候群一樣 就是你控制飲食 控制你的體重 控制你的血脂肪 治療三高就對了 對 就只有這樣子 好 所以這點很重要 趕快看你的健檢報 有沒有脂肪肝 我這樣亮亮的 不要以為沒事 它會變好 但是如果你不理它 就會進展到 可能不會肝硬化 但是會直接跳到肝癌 那麼威脅就非常大了 而且現在台灣肥胖的人 這麼多威脅更大 廣告之後來看 那麼針對脂肪肝 有三種食物是可以有幫助的 那麼我們如何落實在生活當中 馬上回來 肝病是台灣人的國病 但是你有多久沒有注意到你的肝了 B肝 C肝之外 脂肪肝也威脅著我們 不要以為瘦就不會有 對 確實說你也有 對 好幾年前我去做那個健檢 40歲國家得證 就是不用錢做健檢 基本檢查 我醫生跟我說 王先生 王老師 你有輕微的脂肪肝 我就怕一下 我想說沒有檢查過我的心肝 就檢查說有一點點 我就發奮突搶 所以你後來做了什麼 就開始運動 慢跑 打籃球 飲食上還有一個 我發現就是可能 因為我也不喝酒 沒有很常喝酒 我發現可能是 因為之前打果汁經歷 它有時候台灣水果太偏了 對 那陣子可能喝比較多 我覺得有可能是這樣 不然其他我也沒有 我也不喝什麼韓潭飲料 我也不吃什麼精緻澱粉 我發現原因就 剛才醫生講可能有點不明 我也不知道 醫生就提醒我 就是少吃多 大部分醫生都講少吃多運動 就是只要減肥下來覺得好 我就大概兩三個月 我就積極的運動加強一點 早晚飲食上也稍微節制一下 好 所以飲食上你也發現了 而且你去做了一些 相關的了解跟研究 發現有三種食材特別的好 尤其這個季節 對 所以我們今天準備了 像一個雞肉 尤其雞胸它脂肪比較低 那個口感好吃 比它雞腿肉比較好吃 另外一個是洋蔥 洋蔥 我們今天準備這兩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比較好的深海魚 秋刀魚 剛好秋天的秋刀魚 對 因為這個對肝臟來講 提供好的蛋白質 它低脂比較提供好的蛋白質 肝臟也需要好的蛋白質來代謝 另外這個含硫化物 就是這個所謂的洋蔥類的蔥蒜 所以我今天是一直蔥蒜一起 也可以幫助肝臟解讀 另外洋蔥它這個怎麼講 口感上也會比較好吃 在我們在料理上面加在一起 另外秋刀魚就是Omega 3 Omega 3也是對我們醬膽固醇 剛才講醬酸酸甘油脂的平衡 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今天這一道是 洋蔥辣椒雞 好 怎麼做 怎麼做 來 我們就把鍋子打開 把它熱鍋之後 其實可以不用用一點 其實如果你是 像我今天如果用雞腿的 你可以不要那麼多油 如果雞胸要稍微一點點油 那還可以稍微煎一下 我們可以把它調一下就可以了 我想問一下范醫師 剛剛王老師說 會不會是因為跟吃的水果太甜 或者有一些人喝含糖飲料 這些看起來好像跟肝沒有關係 也都會有影響嗎 對 熱量這些高熱量的東西 就會轉成酸酸甘油脂囤積在脂肪 囤積你永遠不知道你囤積的是油料 還是炸藥 囤過多了就是炸藥就會引爆 那目前的困難在於 你到底是脂肪肝而已 還是脂肪性肝炎 這個沒有很確切的界線可以知道 除非你做穿刺切片 可是一般不建立這麼 侵犯性的檢查 所以還是擋在前頭 連脂肪肝都不要讓它發生 那飲食上還有沒有哪一些地雷 我們可能不小心會踩到 因為很多人可能覺得水果 跟這個糖飲料沒關 但現在卻是可能 可能累積酸酸甘油脂有關的 還有哪一些地雷食物 我想高熱量的全部都是地雷 所以包括油炸的 包括糕點 對 剛才在講福井的那個 那個豆皮我本來是有點 可是我發現 王老師那個豆皮是沒有油炸的 對 沒有油炸的豆皮 那個有差別 對 飯醫師有留意 因為他們日本喜歡吃那種 油炸的 比較香 我今天改良版是用生豆皮 來一起做這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捏一點油的過程 把洋蔥 大蒜 就蔥蒜類的把它放進去 後來我發現 這個醫學上也有研究 所以我自己那一陣子 真的大蒜是很多 洋蔥類是很多 唯一的缺點就是老婆 晚上睡覺會看病 臭臭 他說你口呼吸都有大蒜味 害我後來一陣子 感情有一點適合一點 為了脂肪肝 可是後來已經好了對不對 當然好 所以從你的例子 確實是逆轉回來了 所以那陣子後來我覺得 最好的方法 夫妻不要為了夠心肝 結果吃東西又有一點障礙對不對 最好兩個一起吃 臭氣相逢 這樣就不會抱怨對吧 兩個一起小心肝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調一個這個 比較清爽的醬汁 就是用這個當季 我們現在當季秋天也有很多水梨 或白蘿蔔 你可以一半一半 你就大概磨一顆左右的量 所以我們這道就可以不用 水梨如果夠甜 你就不用吃那麼多糖分 就是當季的料理 對 顏色更漂亮 我們給胡蘿蔔 素這個 OK 王老師你有愛喝酒嗎 其實我喝酒 我唯一會喝是喝一點紅酒 我覺得喝一點點紅酒 除了情緒以外 這個紅酒本身也比較營養 或者用紅酒來料理 所以你基本上是不會有 酒精性肝鹽的對不對 不可能 我沒有酗酒 對 我很少喝其他的酒類 好 台灣有所謂的酒精性肝鹽 而且這個量大概是喝到多大 他對身體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個男生跟女生的耐受率不一樣 男生大概每天不能超過20克 女生大概10克 什麼意思 就是啤酒男生不要超過兩瓶 那個375的那個 算起來不要超過兩瓶 從這樣去算 中南部的地方工人很多對不對 下工以後會喝一種飲料 阿比 阿地這些 那個濃度多少你知道嗎 那個是10% 那個是有酒精的 如果你每天喝也都是會過量 所以為什麼酒精性肝鹽在南部 其實也不少 東部就是因為私釀的酒太多了 所以那個都超過10%以上 釀的濃度太高 加上他們喝的量又大 喝的量又大 所以對身體的影響就是 酒精性脂肪肝會發生 然後會有肝硬化 那麼酒精性肝鹽又是什麼 通常是這樣 你一旦酒精引爆了發炎以後 接下來大概就不容易立刻停下來 所以我常常舉例 你立刻戒酒 你的酒精 你的肝臟沒有立刻就停下來 會繼續往下滑 會滑多久 半年 半年 繼續發炎 6個月才會停下來 所以也就是說你踩煞車踩得太慢 滑下去到最後到深坑下面 是來不及的 所以一旦你有發現你喝酒 超過我剛才講的量 男生25克 女生25克 每天這樣子喝 然後又有脂肪肝 對不起 上帝已經告訴你 你該踩煞車 而且煞車是踩到底不能一踩 一放一踩一放 是踩到底 馬上戒酒戒掉之後 還要半年時間才能恢復 好 那麼王老師這邊 好 那我們再加一匙的薑泥 大概半碗的這個韓國辣椒粉 你可以就是不辣的辣椒粉就對了 乾的辣椒粉 因為其實辣椒 我發現脂肪代謝吃辣椒 你不要那種所謂的負擔太重油炸 其實我覺得辣椒 對我們的肝臟脂肪代謝有幫助 加一點新鮮的檸檬汁 傳統用醋 我覺得用檸檬汁 也是對肝臟有很好的 這個醒肝的作用 最後加一點醬油調味 這個醬料就完成了 好 所以它有點鹹鹹 辣辣 然後甜甜的 因為又有梨子 所以有點甜甜的味道 好 那這樣子你看 我們這個也差不多煎好了 有沒有 這樣子給它悶一下 煎熟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醬料 就是不要 我們醬料不要煮太久 我們可以有一點辣椒 新鮮的搭配顏色比較好看 辣椒維他命C也很多 這個鳳梨也是有消炎作用 鳳梨酵素幫助消化 我們這個也是起鍋前 放一點下去 也有開胃的作用 最後再把這個醬給它淋上去 好 我們看全台灣的地圖當中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離島 大家看到有個黃 這就是健康1.0 常提到的黃麴毒素 請教一下兩位醫師 為什麼在離島黃麴毒素 傷肝的情況特別嚴重 花生的保存 其實大家花生很好吃 其實乾燥 有時候大家會放很久 可是那個放到一定的程度 裡面就會產生黃麴毒素 甚至說它不一定要到發霉 其實米類所有的穀物 其實都會有這樣一個問題 這個黃麴毒素 它不是一般我們煮肺 它就會消失掉 它要非常高溫 200多度它才有可能破壞它 這些毒素跑進 吃到我們身體裡面 然後到了肝臟久而久之 其實就會引發這些 惡性的這些變化 所以說其實這個黃麴毒素 是我們在剛剛談到的前面這些以外 其實還是要考慮到 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王老師 你通常都怎麼樣保持這個米 或者說玉米 甚至是咖啡豆的新鮮 對 其實最好是 我們知道發霉的因素 就是氧氣濕度 對不對 還有所以你保存是第一個廚師 像你可以放一些防潮包 買一個有防潮包 你放在那個米裡面 甚至有一些 真的吃不了那麼快的 尤其這種所謂的 顴骨類的東西 最好還是放冷藏 蜜蜂之後放冷藏 好 這樣比較好 我們這一道也完成了 對 我們就可以把它裝起來 好 這道火辣辣的洋蔥辣椒雞 充滿了鮮甜的味道以外 我們的雞肉非常的juicy 搭配這個清甜的鳳梨 讓你一口接一口 來保護你的小心肝 而且這個時候 大家記得要拍一拍手 對 王老師說 除了料理之外 手部的運動也很重要 對 所以做完菜就開始拍一拍 上面拍一拍 好 手臂拍一拍 魚腹拍一拍 然後 魚肌穴等等 無頭 最後 五爪 這個都可以讓大家按摩到 我們的穴位還有經絡 那麼乾燥方面的保健 對台灣人很重要了 所以應該要多久 又要做什麼樣檢查 如果你是B肝C肝的大原者的話 每半年要做一次 如果你已經進入肝硬化的話 三個月就要做一次 中間最關鍵的角色是 超音波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超音波檢查 差異在哪裡 因為如果有腫瘤的時候 超音波才發現得到 抽血抽不到 了解 好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有B肝跟C肝 飲食跟生活上要注意 要治療之外 尤其脂肪肝運動 再加上飲食上面 像王老師這一道好料理 對大家都有幫助 健康2.0 下次見 掰掰 加上飲食 好